其實呢 是有關於耶穌所行的一個意志 這個意志呢 其實我覺得特爾跟Ruby你們應該都聽過了 就是拿撒路出來的故事 但是其實平安媽媽在準備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奇妙的事情 就是耶穌他很愛馬大跟卡利亞 他很愛他們的弟弟拉撒路 然後當拉撒路他生病 然後後來他真的這樣子 而且已經死了四天了 但是那時候耶穌他故意的很慢才去 可是他去的時候還有一個讓我覺得很驚訝的事情 就是馬利亞他就在裡面 他太傷心了 因為他的弟弟已經四 而且都死了四天了 他有一點沒力量就沒有出來 那我最感到很意外的事情是 就是馬大他去迎接耶穌 在耶穌還沒進來 他到外面去的時候 馬大說的話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耶穌在跟馬大說話的時候 耶穌就跟他說 你若信我 你當知道我會醫治 許死人復活 但是馬大他聽了以後 他好像有一點聽不懂 他一直回答說 我知道啊 我知道主你是主啊 我知道你會醫治啊 我知道末日的時候 然後我們知道末日 就是耶穌會再來 哇我覺得馬大厲害耶 而且你講到末日 他講到的是以後 耶穌會先餵過我們的罪食 而且耶穌去了以後會再來 馬大他講到的是末日 可是我有一點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馬大他好像沒有聽懂耶穌的意思 耶穌是告訴他 不是末日 你活著信我的人 必定不死 你信這個話嗎 耶穌在問馬大 活著信我的人 必永遠不死 馬大你信這個話嗎 馬大有一點聽不懂 馬大是 我知道我知道 然後馬大就去叫瑪利亞 瑪利亞耶穌來了 所以很特別的事情 嗯 我覺得今天讓我準備這個信息的時候 我覺得蠻喜樂的 所以呢 天安媽媽就在那個白板上寫的這些 等一下耶穌會說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進入的是第一百三十七課 就是在約翰福音的十一章 一到四十五節 那 那 馬大媽把這個 拿撒路出來的這個故事呢 在聖經裡的 馬大媽來把那個 比較重要的地方 我剛讀給你們聽 哦 就講到說 拿撒路他生病了 那拿撒路生病了 這個姐姐 哦 馬大媽利亞兩個姐妹呢 就去找人去跟耶穌說 耶穌 你所心愛的人生病了 哇 其實耶穌他早就知道這個事情 因為耶穌他創造 然後他也知道我們 所有發生的事情都知道 那這個耶穌他聽見的話就說 嗯 馬撒路生的這個病哦 不至於死哦 這個事情發生是為了神的榮耀 哇 要叫神的兒子就是耶穌 要叫耶穌 因此 因為馬撒路的這個事情得到榮耀 哇 這個事情說了以後呢 嗯 耶穌他聽到了 我所愛的朋友生病了 那耶穌竟然仍然留下來兩天 他沒有趕快的去去去去去去 他留下來一天 又留下來兩天 哇 他沒有去 他沒有很快的去 但是拉撒路其實病得很重 他快要死掉了 哇 而且呢 耶穌還做一件事情 他還跟門徒說 嗯 我們再往猶太去吧 再去往猶太這個地方吧 再去那邊傳 傳扬我們要悔改的這個事情 哇 他的門徒覺得 嗯 耶穌 耶穌 不要再去猶太 你去猶太那裡 人家動 拿 嗯 拿石頭 打你了 不要再去猶太了 耶穌就說 在白天的時候 在白天的時候 人可以看見光 光 光 啊 所以呢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光 那我們就會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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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 人們需要光 所以 他要再去猶太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話真的很有意思 因為在新約的時候 我們知道 嗯 耶穌就是光 凡在他裡面的 就沒有黑暗 所以 耶穌的意思 是說 我快要被冰在石子家上 我若先去了 那你們就沒有親眼看見這個光 所以耶穌要大快的去 做光的事情 那當然他的門徒聽到這個事情 他門徒聽不懂 這時候呢 耶穌他說 嗯 好像時候到了 時候到了 我們去找拉薩路吧 把我們的朋友拉薩路叫醒 拉薩路起來 起來了 哎呦 哎呦 他的門徒說 哎呀 只是睡著而已 沒病啦 沒病啦 不用緊張 原來只是睡著而已 沒關係 耶穌說 拉薩路死了 拉薩路已經死了 哇 拉薩路已經死了 這時候呢 拉薩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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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在墳墓裡面已經一天 拉薩路死了 為什麼耶穌停留兩天 然後還說要拉薩露睡著了啊 而且拉薩露已經死掉了 他恐怕在等目裡 臭臭的身體臭臭的 好像冰箱裡面如果有什麼臭掉的 垃圾桶有什麼一些肉啊菜啊 嗯好醜喔 那這時候耶穌他到了 快要到拉薩露他們家的外面了 那馬大就先出來 馬大出來了他就跟耶穌說 主啊你如果早在這裡 拉薩露就不會死了 嗯耶穌說你的兄弟 拉薩露必然復活 馬大就說我知道啊 我知道在末日的時候 他必復活 哎呦就是剛才平安媽媽跟你們講的 馬大他很厲害 馬大他知道耶穌快要為我們的罪 會因此而且馬大還知道 耶穌必定會會死 然後呢會復活 然後馬大還知道啊 耶穌會再來 而且馬大還知道在耶穌再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這些在主裡睡了的人 都必復活 我覺得馬大真的 他回答得很好 可是耶穌都對馬大說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最棒的一句話 平安媽媽很喜歡的 剛才有跟你們講耶穌說 法國者信我的人 必定不死 永遠不死 馬大你相不相信這句話 結果 平安媽媽說這個馬大真的很有趣 馬大他好像沒有聽懂 他也沒有回答這個話 他就說 嗯主啊是的啊 我知道啊 我信你是耶穌 我知道你是神的兒子 對不起 你是神的兒子 好吧 然後馬大他們有再回答 他聽不懂那個耶穌說的意思 然後他就趕快去叫瑪利亞 他就去叫瑪利亞 瑪利亞 瑪利亞 耶穌來了 這個時候瑪利亞還很傷心 他很傷心 他都沒力氣了 然後他就到外面去找耶穌 看見耶穌的救福 我不在耶穌條件說 哎 主啊 如果早在這裡 那撒魯就不會死了 哇 剛才耶穌已經有跟馬大說了那些事情 那耶穌他聽了瑪利亞這麼說 他看到旁邊的人也在哭耶 那他的心裡就覺得 唉 有一點叹氣 你們沒有相信我 然後他也為了這些愁苦的人 他也一樣也有一點心裡 也為了這些人沒有信心 覺得憂愁 那耶穌就問說 那你們把他放在哪裡 哇 他們就說 主耶穌來 你來 我們把他用 放在這個墳墓裡 有一塊石頭擋住了喔 這墳墓的門蓋起來 請主耶穌來看 哇 那主耶穌來看的時候 看到這個 他的所愛的朋友 拉撒魯在這裡面 結果耶穌就哭了 這個是一個洞 然後有一塊石頭擋住 拉撒魯的死掉四天的身體 耶穌就說 你們把這個石頭磨開 就是墳墓的這個石頭磨開 然後耶穌就說 我不是對你們說過嗎 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嗎 我不是對你說過 你若信就必看見神的榮耀嗎 為什麼 你們還是不相信的樣子呢 哇 哇 這個時候 耶穌就說 你們你們把石頭磨開 耶穌就望著天說 父啊 我感謝你 因為你已經聽我 並且你常常的聽我 哇 我很喜歡耶穌他跟父 天父的關係 就是天父高舉耶穌基督 然後耶穌基督榮耀父神 其實耶穌他從天上來 他是神的無聖子 所以他也是神 但是耶穌他的心真的非常的謙虛喔 然後耶穌的心說 我 我感謝 我感謝天父 你已經聽我了 就是關於 那撒路 那撒路的事情 耶穌現在要行的事情 耶穌已經知道 天父已經聽他 會給他權力 給他醫治 而且耶穌他說 父謝謝你 常常聽我 那我就在想 哇 耶穌真的好棒喔 耶穌他是神 可是他對父說話 好謙卑 他沒有說 父神 你 早就聽我了 你一定會聽我的 他沒有這樣說耶 他說父神謝謝你 常常聽我 所以我覺得耶穌的感樣真的非常的柔和謙卑 我很愛耶穌 他真的是我 謙卑的感樣 哇 他說完了就說 叫這些人都知道 是你拆我來的 如果看到我的 如果看到我做事情的時候 就知道我可以做事 因為天父也做事 所以耶穌也做事 哇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大聲的說 拉撒路 出來 拉撒路從這個門墨裡面 哇 耶穌就說 把他解開 把他那個頭啊 還有他那個手啊 還有他的腳啊 幫他解開解開解開 哇 旁邊的人看 哇 大家心情 哇 好棒 拉撒路怎麼活了 感謝神 耶穌真的是神 哇 大家很多人在那個時候 信耶穌了 哇 所以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我們講完了 那 那 我很喜歡 今天 馬大 他的 他的 他的狀況 也提醒我 不要 不要像馬大一樣 耶穌明明跟他說 末日 對啊 末日你們這些信的都會復活 可是耶穌跟馬大說 今天 今天 活著 信我的人 必定不死 你信嗎 馬大其實還是不太懂 我有一點點也會像馬大一樣不太懂 求神讓我們能夠有更大的信心 好 那我們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感謝讚美你 謝謝你給我們 最大的醫治就是 赦免我們的罪 使我們的罪 跟你的保險遮蓋 可以來到神的面前 並且成為神的兒女 還有可以是給我們信的人永生 這是最大的醫治 因為我們有永遠的靈魂 那永遠的靈魂的結局 因為犯罪就是在火壺 地獄的當中 最大的醫治就是 在永遠的榮耀 謝謝耶穌救我們 給我們永生 我們非常的感謝 高興 因為那永遠的永生很長遠 永遠的火壺非常的久 在今生卻是很短的 謝謝神 讓我們能夠聽福音 也能夠信耶穌 也能夠罪備赦免 謝謝主 感謝祷告公明耶穌基督的聖明 祂們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今天的經文 今天呢